哈囉大家好我是小許 那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 全新的黑金角色是美索布達米亞 那這個16.0版本記巴比倫主神 轉身之後會來全新墓屬限定角色 他叫做黃耀女帝美索布達米亞 那這張卡呢他是木人類 這個官方有這個GNN新聞大家可以去看齁 那他是黑金 那我們這邊來看一下他的技能 他會在9月10號禮拜一出來 應該就是要我們抽卡了齁 大家就是要把石頭準備好 沒意外的話這個古幣也是會開放 一個禮拜的時間 然後我們這邊直接來看他的隊長技好了 隊長技的話是木屬被弓 每回合10秒轉出光耳二消 木屬被弓的話是4倍 雙隊長的話是16倍 那是木人類的話攻擊是5倍 也就是雙隊長的話木人就是25倍 然後那個必然 最裡面的話其實都可以放啦 放木屬性木人類都可以放 但是放木人類的話他的倍率會比較高一點 那第二個隊長技能是必然延長2.5秒轉出時間 那雙隊長的話就是延長5秒 那就是如果你隊伍是5秒轉出就是延長5秒 如果隊伍是7秒轉出就是延長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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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秒 因為他就是固定就是5秒轉出 所以那雙隊長的話就是一定是10秒轉出 那所以說遇到2秒轉出的話呢 就是還有還有7秒的轉出 所以這張非常的強的隊長技齁 然後每消除一組光或暗 回合結束時會把一粒符石轉為人族強化符石 所以呢這個隊伍裡面還是放木人類會比較強勢一點啦 然後木跟星優先轉換 所以也不怕強化盾齁 那最多可以轉30顆 那轉星的也有一個好處就是補血可能會補更多 另外光跟暗是2消 所以就是很容易會提到這個combo數 所以遇到一些高combo盾的話我覺得應該對這隊來說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那再來的話是他的隊伍技能的部分齁 隊伍技能他的隊長技能會變 如果雙隊長的話 那光暗其實 欸光暗其實本來就有2消了嘛對不對 光暗其實本來就有2消了 然後這個 增加這個齁 光暗兼具50%的木跟星效果 也就是你光暗2消已經很容易消除了 那這樣子兼具木跟星效果的話呢 就是也更容易提高補血量跟這個傷害 第三個隊伍技能是生命力1.2倍 那我們以正常木隊的話 大概2萬血量左右啦 那你在乘以1.2的話 其實就大概2萬4 那官方實戰影片的血量也是大概2萬3千多齁 所以大概這個固定血量就是2萬3-2萬4左右 那隊長戰有進場CD-5這個非常強齁 因為他本身的主動技能CD就是5 所以進場會直接跳起來這樣子 然後我們看一下他的主動技能的部分 強悍之智 然後CD-5而已喔 所以進場直接跳技 那第一個 總共有3個效果齁 第一個效果 4連擊以上呢 追打光跟暗攻擊一次 那第二個效果是 6combo以上自身攻擊力3倍 基本上他是因為光暗2消的關係 所以combo很容易拉高 所以這次很容易達成的 像8combo我覺得也是不難達成的 而且他還有10秒轉租 所以開了技能之後我覺得是 非常容易達成這三個效果 那追打以外齁 追打可以防一些什麼 目鼠無效啊之類的 這個都非常非常好齁 然後這個自身攻擊力3倍也是界王拳 這個也是非常實用的 然後這個 無視固定連擊盾齁 第三個效果 達成8com以上的話 像這個固定指定手效 6combo 7combo 8combo 這個都無視 這也是第一個出這種 這種技能的卡齁 也是非常實用 那效果還會一直持續齁 然後直到沒有達成4康 如果這隊10秒轉租 然後又有光暗2消的話 要轉到沒有4康也是蠻厲害的啊 所以這張卡這個技能非常非常的強 CD非常短 非常強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卡齁 而且他是木隊嘛 然後木人又特別強勢 剛好配這張卡齁 木人的倍率更高一點這樣子 所以像木屋啊 這些都可以放進去隊伍裡面 所以非常非常的強 非常推薦大家一定要抽到這張卡 因為現在木隊比較強勢的隊長 可能就是 鐵扇 不是鐵扇 木西亞配鐵扇這樣子 或者是木巴 木巴 可是這張卡出來之後 他沒有意外 就是木隊最強的隊長 所以很建議大家可以 去有石頭的話 盡量都是可以把這張卡抽到 那他是保底40顆 40抽一定會中一張這樣子 這邊有寫到這個 我看一下 他這邊應該有寫到那個 40抽必中 40抽必中 這裡啦 每40抽必中 是張黑金卡齁 這邊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大家可以幫我按個訂閱 右下角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掰掰